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听由闯天下和大店长陈慧 共同制播的服务一点角节目 我是天下杂志副总主笔王一芝 我是大店长创办人游子燕 欸子燕啊 我怎么觉得现在见到你好像如隔三秋一样 如隔三秋吗 是是是 我去了一趟那个英国回来 就是一个非常紧凑的行程 只有落地三天 看到你这个让人家流口水的这个脸书贴文 因为那去和干杯烧肉 大家很熟悉的干杯烧肉 他们到英国开了一个非常非常厉害的店 是 我去了以后站在伦敦街头 有一种那种鱼有熔烟的感觉 虽然不是我开的 是是是 这个台湾的烧肉品牌进到英国的现场 我们一直在现场 是是是 这个店也是他们所次输出到英国这个 食物这么难吃的国家去拯救大家 不是 我去了以后才知道原来英国真的没有美食 是是 你不知道吗 我是这个世界不是所有的都那么那么热爱美食 是因为我觉得 因为到英国去 其实老实说我觉得好像台湾人对于英国这个市场好像有点陌生 你看我们服务业他在说他要出海的时候 他不是说去美国要不然就是去东南亚 对 很少有人说要前进欧洲 特别是脱欧后的英国 是 这个我觉得还蛮有趣的 所以当初 对对对 为什么干杯会会选择英国去扩张呢 你知道那个现场又看到他们餐饮业服务业也一直在讨论这个品牌的输出到这个不同的国家去 你觉得他们怎么思考怎么做也跟大家可以分享一下 我自己觉得就是在英国这个市场 虽然我们刚刚讲说英国没有美食 可是我后来发现英国就尤其是伦敦 他的外来的移民很多 所以其实他这个伦敦这个城市里面 他有各色的人种 那我就觉得说伦敦好歹也是一个一线城市 虽然是一个就是没落的贵族 但是他也是一个就是半国奥运的 是 就是他有各式各样人种来 然后其实他们的口味很挑 就是尤其是我们在 比如说他的高档的日本料理店吃东西的时候 只有我们一桌是亚洲人 也就是说在伦敦这个地方 其实像亚洲的食物 他是受到所有外国人所喜欢的 所以你虽然那边没有美食 就是在地没有美食 可是全世界的美食都想输入伦敦 所以它是一个竞争非常非常激烈的地方 但是呢 我记得那个台湾有一个年轻的女生 她和她的一个弟弟一个姐姐吧 然后一起在那个伦敦创立了一个品牌 卖卦包 它就叫包 B.A.O.就叫包 我问她说 为什么你当初要选择伦敦 她就说 那个因为她是在伦敦念书 这个是后话 但是她后来讲了一个事情 她说 我没有想到说我在伦敦创业 稍微有一点点名气 全世界的媒体都来采访我 也就是说 如果你能够在伦敦成功 你就可以被全世界的 就是 整个被欧洲的地区看到 欧洲的地区看到 然后因为就是伦敦这个地方 你也知道她常办一些什么时尚周啦 然后设计周啦 所以欧洲 不要说欧洲 全世界的人 在某一个时间点都要往那边去 所以当他们来到这个城市以后 她就会看到 哦原来最有名的是谁谁谁 大家都会抢着去吃 干杯她当初就是 因为这样子的原因 她跨出两岸 跨出华人市场的第一步 她就决定要选择伦敦 但是伦敦超级难的 因为你知道她的物价很高 然后他们的供期很长 我们在台湾 那个盖一个餐厅 可能只要三个礼拜 就可以从那个动工到结束 可以就是给我们的那个 还回给品牌 开始做市盈域 只要三个礼拜 但是在英国要一年 嗯嗯 不过听益姐这样讲 就是她的企图心 她希望在这个一线的 就像旗舰店开在中校东路四段 或是开在新义区里面 就是直接跟魔王对打 对对对 让她的能见度跟曝光度 极大的一个企图 那我也看到在干杯烧肉的这个创办人评出 装师这个也是听说你是女学长 她是我们福大 她是在我们楼上的三楼的哲学系 是是是 我一直怀疑说她到底有没有毕业 后来听说她念了八年才毕业这样 这果然是老板做老板的料 我在她脸书也看到他们这次在英国开出这个店的客单价 大概定位在150到200欧元 是的 折合台币大概就是到六千七千块 所以也是一个高端的专人服务的 应该是应该是说我们在台湾吃老干杯 其实已经稀松平常了嘛 都会有那个服务人员 我没有稀松平常 是你比较稀松平常 真的吗 那下次我带你去吃 就是我们在就是老干杯 就是有专人会服务我们 帮我们考 那在英国其实没有这种事情 就是她帮你烤烧肉 我后来听那个董事长平初先生说 就是她后来去做一个市场的survey 她七年前去只有一家烧肉餐厅 而且用的是不是太好的那个烧肉 她到现在七年后的现在 也只有四间 那她就觉得说 哇那就根本就是等着我去了嘛 对她来说那个本身英国的物价就比这边 还要稍微贵一点 那她也希望说既然如果在伦敦能够成功 她也要以她最厉害的品牌去 所以她目前她在台湾最高档的应该就是老干杯 那老干杯去之前呢 其实他们在台湾做了一个测试 那因为台湾人不太吃生牛肉 但是我听说啦 因为我自己也不吃生的 我听说全西方国家都对于生食 尤其是生牛肉非常的爱好 那他们没有吃过和牛的生牛肉 那这个平初先生就决定把这样子的美味美食带过去 那其实她的定价大概约莫是台湾的 老干杯的大概两到三倍 那我觉得 我觉得我那时候到英国去 其实我有稍微比了一下 就说她的Fight Dining 差不多是两三百欧元起跳的 所以也不算顶贵的 在他们高端的餐饮的 对应该说她的这个150到就是180之间的这个英镑的这样子的定价 对当地来说 我觉得虽然说是在SOHO那个地方 就是英国最闹区那个地方 算是比较 价位比较高一点点 可是呢 如果你去跟他们更高档的那些Fight Dining比 其实CP值算是蛮高的 是 刚一姐讲到一个很精准的一些观察 包括说 其实他们这个就是餐饮叔叔 要不要做一些在地化 但是你卖的又是一种异国文化的料理 但是比如说对和牛的认识 对牛肉的认识 不像 所以听起来像英国就不像我们台湾人 这种连高中生都知道什么A5和牛啊 什么这些 所以很好笑 就是他们说他们找那个服务生来 然后就是要全领他们 训练他们就是做服务嘛 那这些人你知道都没有吃过和牛 没有吃过烧肉 所以因为他们就不会烤啊 像我们虽然没有 就是说没有服务过 但是我从小就吃 就是可能会吃烧肉啊什么的 所以大概知道人家怎么烤 那这些在英国的这些 就是外国人也好 当地英国人也好 他们根本没有看过烧肉怎么烤 所以他们在教育训练上 听说花了很久的时间 这个我也听过以前讲 比如说在20年前 台湾的餐饮业者 西餐业者到上海啊 到北京开店啊 那也是一样做西餐 做这种套餐 那什么沙拉要先上啊 什么煮菜要后上啊 其实对这个也在当年 他们在还没有餐饮的文化内容 还没有那么丰富的时候 其实这些都变成 他们要先把员工先训练好 不然他会上错 但是对我们来说觉得 这不可思议 我们从小的认知 或是我们在这个里面 其实的每个人对这部分的知识 都很丰富 刚讲到像和牛这样 A5啊什么A4啊 或是这些不同部位 不同等级 那其实在台湾的消费者 都很容易沟通 为什么台湾的消费者 都很清楚你知道吗 当然当我们常常吃 我们常常吃是一回事 但我觉得 就以我们这个世代 这是五六年级的世代 其实像我对和牛的认识 对日本的这些猪肉啊牛啊 这些农特产品的认识 日本的米啊 不是只有好吃 就像我们年轻的时候 去日本觉得它好吃 可是好吃 它到底为什么好吃 是什么 因为气候的关系 因为这个技术的关系 这个怎么好吃 其实在我们那个年代 深受到某一个节目的影响 叫做 这个节目我想都应该陪伴我们 叫做料理东西军 那我为什么会想到这件事情 其实也跟我们待会要继续 跟一姐谈的另外一个 最近很红的一个片子 这个真的太精彩 这个叫黑白大厨 这个Netflix在 现在上了第二 第二的 应该是第二阶段 对他上了第二 他分第一集到第四集先上 那黑白大厨的比赛 他们把100个韩国的主厨 分成黑汤匙跟白汤匙 那简单讲又是 白汤匙就是这些 米其林的新兴的主厨啊 这些中华料理之神啊 这些民厨 是一边 那另外就是这种街头啦 这种从这种路边的独立店啊 或是这种 还有看漫画学料理的这种素人啊 我觉得这个不可思议 还有那个外送员 外送员 外送员 他就变成了 还有那个学校的 那个团扇的妈妈 是 他们找了100个这样的chef 应该主厨来做比赛 那白的跟黑的比赛 一种阶级哦 所以黑的一开始还没有名字哦 就是说你要透过 你赢了你才能把你的 呃这个本名 秀出来 哦 你本来就叫做像个斯漫男 斯漫画的那个人 他一开始比赛叫斯漫男 他赢了之后他才有他自己的名字 这个就是很阶级战争的一种 呃戏剧上的一种安排 可是那个白汤池哦 我也觉得很神耶 他那个白汤池是 呃我也不知道他从哪里找来的一堆 都是那个非常厉害的 什么料理的女神啦 或者是那个从国外回来 那个爱德华 他里面还有 讲语文的韩国人啊 等等这些 就是我就觉得 意大利人来韩国开店 哎对 就是那20个 我觉得 哇他怎么能够把这些人 全部都找来上这个节目 对就是既会做料理 又长得帅 颜值又高 就是这种戏看起来 怎么设香味俱全 怎么能能不追下去呢 对还有就是我觉得他的评审 哦这个又是另外一个 一个戏剧单排 这个我们待会再来讲 我觉得这个 呃其实这这个部分 陆陆续续有看很多人讨论 从不同的角度 但是我像跟武汉一池 我们比较关心是 这种餐饮的输出品牌的 呃输出餐饮文化 内容的沟通 那我觉得在呃黑白大厨 让我想到当年料理东西军 其实料理东西军很成功的吧 日本的不管是这种呃农产品 或是他们在和牛的四域 的这种达人的精神 啊这个怎么油滑 为什么会这样分布啊 这个牛是听了音乐啊 喝了啤酒啊什么那样的去 去让消费者的心智里面对 对这些食材 有一种憧憬你知道吗 所以这些食材当他来台湾 或是我们去日本的时候 他卖卖很贵 我们还是想要去试一下 对因为我们知道 他贵的价值是什么 就是透过影视的沟通 那我现在认为黑白大厨 也在做这样的事情 而且力道更胜于当年的 这个料理东西军 没错 那我们就休息一下 待会再回来节目现场 欢迎回来服务一点绝节目现场 我们今天聊到这个 服务业的品牌输出 这个最近其实也是我们整个 我讲尤其是义后 台湾的这个餐饮业 各个都摩拳擦掌 想要出海 那我自己也刚从伦敦回来 看到干杯这个出海 真正设了一个店 那我们刚刚又从这个角度 再拉回来看看我们最近 应该说餐饮业 没有人不讨论的这个黑白大厨 是 但是台湾的餐饮业 能量也非常饱满 然后就像三位姐跟一只姐 讨论到台湾今年的米其林的 星星树四十几棵 比韩国还多 韩国只有三十六棵 你不要忘了 它是我们两倍的人口 是 然后我们的米其林三颗星 是三家餐厅 但是韩国到现在只有一家 那这一家的主厨 就是这一次 我们刚刚在聊的这个黑白大厨的 主厨 主厨的评审团的这个两个评审 这个 这个蛮厉害的 因为我自己对于主厨的亲身接触 我觉得他们就是这么会用那个话语 来精准形容那个菜色的人 能够这样子做的人 其实少之又少 很多职人 他们可能可以很精准的去表达出 用作品表达出他们的想法 但是还要用文字或语言去讲的时候 这个我们相对我们做记者 或是做内容工作者 比较专长这件事情 那这我们看到这次在黑白大厨的两个评审 一个是白总员 白总员 其实我以前对他没有那么了解 我听过我知道 对 后来才知道说 哦原来他是一个非常厉害的 就是餐饮界的生意人 听说他投什么中什么 然后好像2000多家在韩国的 就有点像 你把比喻就是有点像 这台湾的网品集团的这个创办人之类的 这样的一种比较在庶民这种评价美食里面的 经营成功的代表人 那他是这个也是韩国的餐饮业的 这个很重要的教父级的人物 他担任评审 那另外一个就是刚讲的米其林 在韩国到今天 只有唯一一个米其林三星的这个安主厨 那这个主厨他也是很少露脸 然后这次特别为了这个节目担任评审 那他要用他的主观 非常主观的品位 那这个品位里面要说服大家 他为什么是这样讲这个菜好 那个菜差了一点的这个过程里面 我觉得是肃然起敬 对于韩国影视团队的这样的一种 制作的能力 气化的能力 最可怕的是 100位主厨愿意出来一起比赛 这个是我刚刚录音前 我在跟梓杰讨论说 为什么这些神级的主厨 愿意来参加这个比赛 因为比赛有输有赢 对如果我今天是一个神级的主厨 然后我竟然输给了一个 比如说斯曼南 自学餐饮的 什么看YouTube学餐饮做菜的啊 这种的 我输给这种 我脸哪里放啊 对 对那我就觉得说 确实也发生了 你去看到第三集第四集 然后这个 你不是说不要破梗吗 连这个中华料理之神都被挑战了 好 那个是这个张力 真的是很很非常饱满 那当然因为他后面 更可怕的是 他在推广韩食 韩国食物 韩国料理的那个企图之强 我后来自己在想 我还没有上网去找 太多这个节目的一些介绍 但我在想 他其实后面一定是韩国政府 在推广韩食 或是他号召了 所有的厉害主厨 一起来推广韩国的食物 韩国食物的文化 把这个饼做大 那我会这样认为 其实是跟我刚刚在上半段提到的 当年在1997年开始 做了快10年的 日本的这个 台湾大家都很熟悉的 料理东西军这个节目 他后面其实是日本这个 农林水产省的支持 的一种一种企划 其实他后面都有政府的角色 公部门的协力 在做这件事情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 就依稀记得 尤其是像我们这种六年级生 记得就是 他每次都会公布一个 就今天要 料理的值 今天要吃什么 那个食材 然后那个食材 就会开始讲他的履历 你知道吗 从哪里 产地 对 他到底是怎么被呵护 然后最后成今天这个样子 然后说真的 我其实蛮赞同子燕的观点 就是说 其实我以前对韩食的印象 没有其他印象 就是难吃 就是我自己觉得 那个冷冷的 那个又辣 那倒 因为我自己不吃辣 我讲的是比较主观 整桌都红红的 对 味道都一样 有什么美食呢 但是这一次我看这个黑白大厨 我真的对这个韩国的食材 彻底改观 因为第一个是他让我认识了很多韩国的食材 对 比如说那个兴起 那个我完全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 然后后来你看那个主厨他们 就是这个 到第二阶段做指定料理 指定 他第一阶段就是一个自选曲的概念 就自己创作 自己拿手 到第二阶段他们在做指定食材 指定食材 那他们就都指定了这些韩国特有的 他们在当地有的这些 不管是调味料 有的是一个什么类似台湾什么 什么紫苏油还是苦茶油 就有点类似某一个油 很难料理的一种调味料 很难去把它发挥出来 那这些都是透过节目的方式 透过这些厉害的主厨 在转换成冰淇淋 转换成各种料理 摆盘 在创作的创意的过程 其实也都在提示大家 这个东西可以这样用 可以那样用 可以做成意识料理 可以做成这个 融合出这个烧烤的 也可以跟日式的东西去做 不同的这个 这个其实才叫推广 其实最想讲的是 这个才是推广 我觉得食材推广 比较不是说 这个我们说 我们这个好吃 这个小农 这个推广的效果有限 那当然努力推广很棒 但是这个才是真的 透过厉害的人 透过这些顶级的创意的人 来做这样的创造 这个创造 其实让这个食材更被看到 那当然这个食镜秀本身 其实它有很多 很厉害的设计 比如说刚讲 白总园的这个评审 跟这个安主厨 米其林三星的安主厨 就一个代表 一个是Fight Dining的 平价美食 一个叫精致料理 Fight Dining 那其实这个品味 这个他们的偏好 都不太一样 那因为吃的事情 本来就是很主观的 见仁见智 但是其实他都让评审的设计上 然后用评审的一个主观 那这个是食镜秀部分 但是第二个部分 其实是我更看到 他们在推广韩国的餐饮文化的 这样的企图 然后这么多的顶级的主厨 愿意一起站在一起去参与这个节目 到了第二阶段的团体赛 那这个 你讲太多了 这个主厨之间 变成一个teamwalk的时候 然后 那个白汤匙就非常的辛苦 因为每个人都是大师 那我为什么要听你的 因为就是这个团队里面 开始有很多摩擦 这个也是一个食镜秀 非常好看 但是我要讲的是说 这些人愿意去报名 我都在想说 如果是你 你愿意吗 已经拿到米其林一星 我干嘛去比赛 这比赛也好几个米其林一星 被KO掉 那我觉得这个就是在 透过影视的文化跟魅力 那传播沟通 那谁像我们一节脑波这么弱 所以他看几集就决定要去吃韩食 是啊 我看到那个很臭的那个鱼啊 我就觉得说 哇塞 那一 part也很强 我就觉得 那个怎么吃啊 后来就觉得说 应该来买个韩国的机票去试试 以前我女儿 我女儿是韩团的迷 你知道吗 就是她一天到晚就说服 我要去韩国 我打死不要 我就跟大家讲说 食物很难吃 但是呢 我现在真的有稍微被说动 想要去订韩国机票 而且老实说 我觉得那一百个 因为刚刚子燕 我们在讨论的时候 他跟我说 这些大厨哦 没有人输 全部都是赢的 这是一场没有输家的比赛 没有输家的比赛 为什么呢 我后来大概没几天吧 我就看到有人制作了一个 因为韩国人吧 他制作了一个地图 里面是一百个主厨 他们的就是餐厅设在哪里 就叫你去就是 这个一百个地图都出来了 没错啊 所以就算是他第一轮比赛就输了 他在那个场上的那种较劲的努力啊 什么的 对对对对对 你会这样 他的风度啊 他的创意啊 是 尤其是 他的颜值啊 对不对 大家都会想要去 虽然有的没有颜值 你看他的脸 他可能头上戴了一个小鸡的那个头套 对对 你会觉得说 哇这个人这么搞笑 我要去试试看 他一个拌饭的那个 是 阿伯也很轰 你就觉得说 哎 你要不要去试试看他 哎 有没有什么有趣的料理这样子 所以这场比赛是没有输的比赛 全部都是赢家 这也是刚化当年的那个什么 什么鹿儿岛啊 这个猪肉啊 跟和牛的比赛啊 什么这些料理都也没有输家 因为就算输了 他也都被报道了 他也都被发光了 他也都被理解了 那其实这个就是这样的一种 选秀 食物选秀的类型的节目 带来的魅力 那我觉得这个黑白大厨 这样的一个韩国主厨 跟影视工业的一种 集体创作的能量 那非常惊人 非常惊人 其实在这之前 我其实就陆陆续续看了Netflix 他们有几集在讲 韩国的韩牛 还有小菜文化的这些拍摄的 那其实是讲的非常的 投入很大的力量 当然他们影视工业 大家很清楚 他们韩剧的这个能量 其实是很饱满的 技术的部分 编剧的团队 其实都非常强大 所以在这部分 就放到服务业 放到餐饮的这件事情 其实就在这边 有一个很强的一种冲击 然后输出到海外 那吃不到的人 就看Netflix 那他在IP 影视的IP获利了 然后再更大的宣扬到 整个他的餐饮 那我也边看边看想 我们台湾 也有六七个面包的世界冠军 对啊 没错 对啊 我们有没有 一堆啦 一堆真的 一堆啦 米其林星星 这五六年下来 也是有不少家 那几十家 那北中南 那其实这样的竞赛 这样的比赛 让厨师的创意 厨师的这种提息后备的风范 然后让更多人 因为这样的东西 被鼓励被启发 那坦白说 这个影视制作技术的门槛是高的 但是我只是觉得说 在这部分其实我们可以去借进 或去思考 在这种餐饮的沟通 或是餐饮 我还是认为服务业 餐饮服务的输出也好 或是餐饮服务的认识 其实背后是来自于文化 来自于文化 那所有国力强大国家 其实最后 终究它的食物的影响力 都会到全世界去 那台湾这几年 在不管是国力上 或是在我们的餐饮的能量上 其实都有很丰富的内容 那这个东西怎么样去沟通 那我觉得这个有关单位 相关单位 这个有资源的单位 你最近讲话比较稍微 那个力气 大家一起可以来想一想 我们也欣赏别人的厉害 我们自己有很棒的地方 怎么去放大 大家都可以一起来思考 其实你不要看 我觉得未来的 我只是在猜想 这个黑白大厨这样子的后座力 因为其实老实说 过去有一波寒流 在台湾有一波寒流 那是因为 比如说我们所知道的 就是韩剧 韩剧在吃什么 台湾就跟着吃什么 比如说炸鸡啦 配啤酒之类的 这样是一种 韩剧想要传达的 一种生活形态 生活形态 是是是 那这样子黑白大厨的 一个韩食的 一个推广 那未来台湾的餐饮业 想要引进其他的 国外的餐饮品牌 进来台湾的时候 是 这会不会是一个 Priority 更前面的一个选择呢 我想这个大家未来 应该可以慢慢的 来看这样子的 后续的发展 我自己觉得这个 影视的力量太可怕了 是是 就是 就是你 你假设 我现在 做一个假想题 如果今天 我们台湾 餐饮业要出海 这件事情 假设有这样子的一个 节目也好 电影也好 或是 whatever 就是有一个 这样子的力量 把他们往前推 其实我觉得 他们在出海的时候 其实不会那么困难 是是 因为以某种程度 其实刚回到我们 一开始他在讲干杯 到英国开店 其实他的困难 有很多面向 食材 训练 其实他一个困难是 当地的消费者 怎么理解你 不认识他 怎么理解你 这个餐饮的价值 跟文化要沟通的 那个也是一种困难 那不是只有 找店面的困难 就是怎么去 透过传播的力量 去教育 去沟通 这个在地的消费者 就是外国在地的消费者 他们对我们的食物的认识 那像 像Netflix 这种串流平台 等等 其实在这个时代 都有这样的新的工具 那其实他会 会是一个 很好的传播的方式 那 其实大家细想 就刚讲来台湾的这些 餐饮内容 就像 当年海底捞 来到台湾 其实海底捞 不是只有来台湾 他也到新加坡 他也到美国 他到全世界去了 他到全世界去 也用他的便脸 去表达他的文化的辨识性 那其实火锅这件事情 大家其实也都很容易去制作 但是他用一些文化的输出 文化的内容里面 去提高他在 这个餐饮的使用过程里面的 文化的理解 文化的辨识 那我还是觉得这部分 其实是大家 除了餐饮业以外 其实各方面 服务业的各行各业 都是一样的 传播啦 传播啦 对 就是你要怎么传播给在地人 就是说 那个文化的力量 就是说让你觉得 哇 这个非吃不可的那种感觉 下次等我们一姐去韩国 吃了 吃了几颗星星回来 再跟大家讲 他 我这次去可能不吃星星了 我要从那个市井小区 我觉得他们很厉害的是 主厨他们在上场的时候 其实他们每一个 都到他们店里面 就是去拍摄 然后告诉你 他有多厉害多厉害 我就在想说 其实我们台湾 是不是也可以 甚至会有更多 找到超过80个这样子的 就是市井的餐厅 其实是可以 就是赢得国际的认同的 这样子的餐厅 只是我们可能也不知道说 我们其实有哪一个 那个学餐的妈妈 很厉害这样子 当然我觉得 这是在职人 在厨师的这个角色 也有很多的功课 要去学习 我觉得像这样 当然不是说 每个厨师都要变网红 但是就是说 在刚刚一姐也谈到 比如说这些职人 在表达他们的作品 或是在跟大众沟通 他对某一些作品 或是某一些食物的 看待的 那个语言的使用 沟通的能力的提升 我觉得这个也是 在职人这部分 我看到台湾很多 优秀职人 也不断在提升 自己这部分的能力 包括他们对食材的 这种理解 对环境 食材跟环境 跟这种餐饮文化的深度 然后像在韩国 他们对中华料理 他们也可以有一套 他们属于韩式的 中华料理的论述 这个也是一个 很特别的能力 那我意思是说 其实在厨师 在职人的这一块的 沟通能力 或是这样对外 跟消费大众 这样的一种沟通的精准 其实也是需要去提升 所以其实在做生意之前 输出品牌之前 文化的沟通 是是蛮重要的事情 那所以传播工具 在不同时代的演进 其实都是在做这些服务业 推广一个很好的 文化啦 生活形态啦 对 很好的辅助的工具 那怎么去利用 我觉得大家可以 及时广益 是 那今天我们的服务一点诀 就进行到这边 服务一点诀 是在每个月的第一个 跟第三个 星期四早上八点 准时播出 我们会讨论与服务业 相关的各种议题 分享精彩案例 欢迎大家到 Apple Podcast 闯天下按赞 五星留言 还可以点击资讯栏的链接 加入服务一点诀的 LINE社群哦 我是王一芝 我是尤子燕 服务一点诀 我们下次见